驾驭着红发的列车 跨越2016年的时间隧道 有一位90岁的老人 在这一年里 分波9万多公里 用他的汗水和心血 在世界红发史上 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他就是净空老法师 一心弘扬佛陀教育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促进宗教团结 为世界和平 人民幸福 在澳洲 亚洲 欧洲之间 不辞劳苦 是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宗教就像唐人比说说 人类不能没有宗教 人类的文化是先由宗教 而后宗教延伸成文明 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 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 宗教是人类尊重的教育 哪有明显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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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尊重的教育 这四种普世教育 是全世界的当务之极 2016年 净空老法师不遗余力地 奔波在各宗教界人士之间 将促进宗教交流 作为实现世界和平 化解冲突的契机 并强调 多元宗教团结 宗教回归教育 宗教互相学习的重要性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 老法师亲赴澳洲 日本 马来西亚 英国 马达加斯加 新加坡 广泛地与各国学术界 友人沟通合作 可谓是 但愿世界得和平 不惜奔波万里行 从2002年起 净空老法师 在澳洲图文吧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14年来 成功地将图文吧 构建成 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 2005年的时候 我在马来西亚 讲经 见到这个老首相 他在马来西亚 做首相 做首相 做了22年 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刚刚退下来 两年 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问我 这个世界还会有何便吗 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你要是能把四庄四行做好 世界就和平 他问我哪四庄 我说第一个 国家跟国家 活物相处 平等对待 第二个 正当与正当 第三个 族群跟族群 第四个 宗教跟宗教 这四庄四行都能做好 平等对待 和无相处 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2016年2月12日 图文吧举行第一届 中国传统文化展 净空老法师介绍了 这次文化展的四大内容 一 汉字文年文 是超越时空的极佳文化载体 二 群书制药 是古今通用的治国宝典 三 大乘佛法 是究竟圆满的 高等哲学与科学 四 多元宗教团结 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下手关键 9月14日至16日 净空老法师赴法国巴黎 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 国际和平会议 本次会议主题为 通过宗教教育与盟约 达到世界和平 共有20多个国家的大使代表 参与此次会议 会议内容包括 宗教教育与宗教团结 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 澳洲图文八多元宗教团结的实力 传统文化普世教育 对社会和谐的贡献 以及传统文化在企业的实践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6年6月至7月间 在威尔士大学修斯校长的齐请下 净空老法师分别在英国伦敦和威尔士 举办世界各族万幸先祖祭祖大典 提倡全世界人民缅怀祖德 振兴孝岛 这一次 祭祖法会 七月 于去 八月 威尔士大学的校长 一行 三位教授 他们到 香港来访问 正好 日到 我们在香港 我们在香港做中原祭祖法会 香港是一年做三次 第一次是亲民 第二次中原 第三次冬至 这些年来 提倡小道 影响很好 大家都欢喜 学校长一行 遇到了 我们就邀请 他来观礼 他看了之后 很受感动 问我 这个活动 能不能在英国 办一次 当时 他很有诚意 我就答应他了 这是这一次 发挥的原由 七祖 大概在欧洲 这也是第一次 我们到这边来 此地 有两场 另外还有一场 在威尔士大学 我们把它 当作一堂 功库 来学习 让 西方这些学生 有机会 能见到 中国 祭祖的 大点 去年 我们祭祖法会 有八千多人 庄严 苏 很感动人 我们相信 欧洲这个开端 好 把祭祖的意义 向社会大众 做详细的 报告 欢迎大家 来参加 这个大点 7月7日 英国汉学院 举行 接牌仪式 这所 由英国威尔士 三一圣 大卫大学 与 近空多元文化教育 基金会 合办的 古汉语学院 象征着 东西方 文化的 密切融合 圣贤教育的 延续传承 与中华传统文化 大同世界 理想的实践开端 尊敬的 尊敬的 校长先生 尊敬的 学校 董事会的 诸位 董事们 董事会的 这一篇 我们一些同学们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 非常稀有 难逢的日子 我们在英国 我们在英国 维尔士大学 后办 汉学院 为什么要办这个学院 去年 我在英国访问 有人跟校长见面 跟校长谈得很愉快 为的是 要把世界上 古文明 现在只有一个了 就是东方 中国的文明 它也走到了尽头 如果 要是不拯救的话 可能呢 也会变成历史 那就很遗憾了 那么 唐格弥波斯 告诉我们 世界上 曾经出现过 二十多种文明 到今天 只剩下中国这一刻 其他的都不存在 那么这个文明 为什么能够存在 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汉字 文言文 文明能以 其成 永远不断 中国的传统文化 读在四库全书里面 学校有这套书 有全书 有会要 如果没有人能读 没有人能理解 没有人能把它讲透彻 那这部书 就等于废止 对这一对 就毫无意义 也毫无价值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唯一这个方法 就是要培养一批年轻的教师 年轻的孙子 能够把这部书念懂 他们能懂得 他们能读 他们能了解 他们能够把它翻成现代的文化文 对全世界流通 让全世界人都能受益 我们希望有三十到五十个老师 这个文化就集成下去了 东国古人讲的 为皇上集绝 为天下开太平 这两句话说的 实实在在 就是汉学院精神 跟使命之所在 过去数十年中 近空老法师 倡导佛陀教育 中华传统文化 多元宗教团结的 辛勤耕耘 在2016年 逐渐开花结果 这些成果 将成为世界文化发展航程中 一座明亮的灯塔 指引并激励着每个人 不断向前 让我们共同祈愿 全世界战争消亡 安定团结 文明复兴 永享和平 每一个人 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 都希望这些三年 过得很幸福 很美满 希望家庭红 希望四月胜利 希望社会难定 希望国家富家 世界和平 能不能达到 能 怎么达到 东方传统文化 能满足我们的愿望 只要我们认真学习 学而学习 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只要个小个人 我们只要人 我们是守住 我们自然的生命 如果我们作为 我们更多人 我们只是 cups 有资格 要求我们 我们就在 如果我们 都不被 打光 能不能达到 我们 我就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